風打地 貝拉克 風物裡特技 不讓野獸 再丟放下 女兒日常又拿不到的速度 這把暴擊很舒服啊 本來死不掉的 對面這防禦位的女拔木停一三疊過來都能 都能直接死一個善惡 這樣的話 寶寶保護起來就更困難 對面女兒先丟放下 黃竹馬分身躲了 化身也凝制搶一下速度 那這樣兩邊流雲都沒補 錯亂大堂 不能錯亂 大堂中了這個 拼挺鳥挪之後是不能 嗯 不能被錯亂 可以被震妖這種 咳咳咳 還好啊 當頭還有 兩邊在寶寶沒有清掉的時候 暫時沒有什麼 招蛇和招幻魔的這個慾 其實招出來了之後 立刻也會被清 先招月靈 打打底 落破女娃 這邊接著給寶寶拉金剛 第五把流雲打上 其實就算我們打流雲一樣 他地府也能抓 而且他初始就有1速的情況下 他會有更多的時間控制 抓的話會更順手一點 他不像是一開始丟1速慢慢抓 他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女媽媽還是把蛇招了 應該有一隻寶寶會跟一下花果山當頭的那隻寶了吧 那算了 反正這隻最慢速寶寶也已經飛了 好 睡地防了一下點殺 欸 算了 反正地府出不了手 花果山插了個旗 女王們清一三節清一下寶寶 對面也把蛇招了 現在的這個化身法房堆的是不是都堆得過頭了 現在的這個化身法房堆的是不是都堆得過頭了 你看對面這化身 防禦位的 大剋我們 然後 善惡的跑毛 拉了金剛平砍過去 能砍1600 這什麼概念 之前跟大家我記得討論過這個問題 你化身堆法房 當然的確能防一下地獅 但當 但是你的法 但是如果你堆了法房 導致物防太低的時候 會發現 人家不需要出地獅 都把你打崩 一個花果山 當過去 崩1600 20000之類的化身 直接就下去了 這怎麼辦 你兒驚輕啊 讓花果山出手 再睡化身 控他的 控他的治療了 直接拉金剛 知道你可能會驅散 就算他沒有驅散的話 也可以給寶寶拉金剛 這把操作是非常舒服的 這邊地府等於白區 沙威鐵棒去清一下蛇 你把我們再出個怒吼 對 這邊的寶寶出來之後 倒是沒什麼表示 立即再跟一下 略 差一點點 說快了 既然化身被睡 這條蛇對面已經可以 立即為保不住了 強寶也沒意義 大克寶寶有傷害加成 召喚獸會受到 鎮法的克制造的影響 三圈頂了個花 對面金青抗的風 還是挺真實的 然後就點了 但是他這個小死亡沒掛中 大家不妨也可以 不妨也可以想一想 如果對面小死亡掛中的話 對我們的結局會怎麼樣 這個是我不停的 在跟大家討論 問題的時候 跟大家想 一個點殺 小死亡中了和小死亡沒有中 分別會給這個隊伍帶來什麼影響 對面女拔木還破了個分身 對面這大堂大克還疊了吧 滿天 有金剛掃沒金剛固體 你說呢 而且對面的點殺還是挺謹慎的 用橫掃加嗜血之子 那這樣子小死亡沒中就無所謂了 拉起來可以去清寶吧 對面幻魔也沒有 在對面沒有任何幻魔 就是因為她剛剛化身是被睡著的啊 然後蛇的也是殘血 沒神就一下就沒了 在這種情況下 去點殺 冒的風險是很大的 萬一沒點下來 女拔木就處於一個沒灌魔的情況 然後 節奏就會很差 當然你小死亡掛中了點下來 那當然很差 這個不用說 這把三票就是飄中了個化身 相當於 女兒身被飄中了 那邊反而要想 我們這邊是不是 下一把會怎麼去防這個 花果山點殺 她得 她得猜到我們怎麼防花果山 這什麼狀況 我覺得化身直接水清一下 化身給一個醍醐或者 寶寶五龍餵太化身 讓化身水 不對如果水清的話 連那個五龍都不用餵了 化身身上三票就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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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水清一下就好 女兒出寶寶 好 方寸睡大堂 對面是瘋風化身 而不是瘋方寸 女兒真 提前真 這個真太虛假了 小小子王點女兒 很猛 化身清活血 好像女儿生还算有点抗性 他妈四刀一刀都不贴就搞不懂 过天把地步宝宝清了 大鸟啄了一下把女儿生啄死 小死亡没中 小死亡中了的话 他头上有一个类似睡假的状态 就是降低防御的效果 你看那玩意就负责 两把点杀小死亡都没有挂中 而且他这把碎玉已经拿来封方寸了 那接下来想要控化身的话 只能靠幽魂之类的 先封了一下花果山 方寸把光辉补上 又抢了一下法系的速度 化身是新出宝宝的 你把我们把蛇招了 让对面的宝宝 让对面的人也忙一点 曼苏拉奇女儿生 在未开方寸 对面宝宝开场都是壁垒力批啊 这把应该是女儿生 移速了吧 我们女儿移速了吧 他的宝宝是后来拉出来 之前就有的 后面他没出过宝宝吧 我们的宝宝是刚拉出来的 应该我们有10%的速度加成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尝试直接换虚弥的话 未见得划算 我们女儿先出手 就怕他给我来把出奇不易 我们女儿村的速度特慢 只是变了个慢猪而已 拉了马都抢不到 移速的那种 那我就惊 服气服气啊 对面地府直接拉全力了 单圈一下大堂 再睡地府 对面这把地府是比化身快的 睡中就好了 开始拖化身了 再加笛子 继续点 化身接着活血 大堂也加笛 然后化身就被点了 再来个青衣三笛 这种时候应该 我刚刚看一下啊 在对面拉宝宝到化身被点的这段时间之内 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 对面这把拉的是全力逼P啊 化身这时候应该把几人起上防点杀啊 好像没有任何人说这句话吧 那就不要说他们啊 没预判到啊 说说说说说句实话 哪个正常人会觉得对面 每拉一只宝宝都是全力 化身开始起盾 所以说现在这个PK就是这样子 现在的PK就是这样子 你好像没有任何办法 没有人 没有人会知道 请问怎么知道 女儿村残血总得活女儿吧 你不活女儿 化身去利个盾 但是他万一拉出来 不是这个全力呢 是不是想想看也是很好玩 不让方寸出宠 开无间 强冲了 化身金钦 那就直接扫化过山了吧 这就会不会扫不出来啊 当我没说啊 对面再把蛇招了 先把大鸟批飞 把大鸟批飞了 对面其实还可以招个胖子出来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想拉起花果山来意义也不是太大 扔开方寸 让方寸拉个地听出来 看他能不能冲刺一下 给他来一波刺激 他化身已经金钦放过了 地府放了把笑了 应该也不够怒啊 既然对面开了无间了 那正好利用一下这个无间 看看能不能发挥点威力 至少这只地听要达到一个目标 就是把人家大堂压下去 否则的话 他大堂出手 有着无间在 更抗不住 顶了个大 有没低小四海 要是没低小四海的话 顶了个小四海 那还可以 我们女儿生是没有灵源的 真不了 对面只要真一下方寸 那这个地听的话 就没有任何一个笛子可以加上去 可以这么说 他甚至不需要封地听 他只需要真一下方寸就好了 不过他也没真啊 那我没说啊 他也没真 但是如果他封地听怎么办呢 单圈了方寸 对于封地府啊 不让他挂小死亡 方寸加了个底子 丢了个无魂 还是无魂比较强 然后对面拉起来是 对面直接扫女儿生的 啊来了是吧 来了就好 女儿神幼了 对这是第一场 丽皮再跟一下 还是神幼了一下 不过他还有把群秒 那女儿神还是倒地 这跟玩四刀大堂 还有什么区别吗 说实话 应对他这种打法的话 还是212有点稀 或讨论 我操他寶寶不是鬼魂的 還不是鬼的 對面拉的這隻地聽出來呢 他也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可以加零元 好像也比較 要麼除非他這是個慢速地聽 女麻木可以加敵 我週一 我是週一的時候說的還是禮拜六的時候說的 我說 按照這種力氣發展的趨勢 他就是第二個星圓 關鍵這玩意兒比星圓還搞笑的 就是星圓呢 對面的人不知道 就是以前的星圓 以前的星圓 對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只是出了 我看到這把出了 要不我們衝刺一下吧 但這玩兒比星圓搞笑的地方在於什麼 比星圓搞笑的地方在於 他這玩兒自己能控制 我能控制什麼時候 把這玩兒給爆發出來 這個就很好玩了 好 各位狂公親一下女麻木招蛇寶寶 不想讓他招蛇 莉妃還是皮的女兒身 對面這確實是個慢速的帝君 呃 女麻木可以加敵子 女麻木是金青 防了一下小死王嗎 怕中小死王 但是對面地褲是金青的 對面地褲是金青的 目前這樣的力批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不考慮運氣成分的話 那的確是沒解 你別跟我說 我不知道這寶寶 但我三票可好挑到他了 挑中了 或者說什麼蛇咬飛了 那這種根本 這種不算了 這種不是說有解沒解 這玩兒就純運氣 如果你考慮人為干涉的因素的話 的確是不知道 因為他任何一隻寶寶拉出來 都有可能是全力比拼 我怎麼知道 那總 那也不能不親人家寶寶 呵 這個也是個問題 閃現就是如果寶寶死了之後 有概率會直接再出一個寶寶死了 閃現 看能不能中無魂 不能中那沒辦法 這樣化身又要在地上多躺兩回合 拍摩 對面遇到地上 對面再換一隻地貓出來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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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碰命起的 你可以视举一力 其实我觉得他们 礼拜一的时候玩的一个套路 我觉得就很对啊 女儿村满天花雨加地府六道五亮 这其实是很好的套路 当然伤害不够就很淡腾 生死不提我们也用过了 我觉得他们在开发这些套路的时候 是没毛病的 那对面女儿村还是得笑我们女儿村吧 他不笑的话生死不提又出来了 反正很简单就是 你只要笑我你少加个笛子 你不笑我就生死不提 你看着办 反正地府也没灵源 生死不提104点怒 你拉起来只要喝酒一定是可以放的 对面直接换须弥 他把女儿村换死 这样他这只地厅不耻笑 但还有一只地厅 方寸接罗汉了 小索王点的女儿村 他觉得拉出来这 对啊 他这个打法也好像有点问题 算了 如果他觉得小索王应该挂女儿村的话 那他其实不应该拉须弥的 如果他觉得拉须弥须不死女儿村 那他拉须弥干什么呢 感觉很奇怪 这个小索王和 这个小索王和 拉须弥的组合 女妈妈再出宝宝 以为虚不死 不是 虚不死 你虚他干嘛 我就问个问题 如果虚不死了 女儿村一定是 生死福提 那这个地厅不就直接没了 不过也无所谓 他现在优势 他想怎么打怎么打 浪啊 出了把1263啊 这某个开阵的问题 那我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把 我不知道你是后来进来的 还是从头到尾看完呢 如果你从头到尾看完呢 那我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如果是平阵的话 大家风打风 你觉得化身就不会死了 你觉得是这个问题吗 拉起方寸来 方寸吹对面大堂了是吧 结果对面大堂很少了 方寸被动凌神弹了 丢了个无魂给女儿撑 女儿反丢了个无魂给女妈妈 小死王再挂 再丢 提前丢无魂 他那个全力一批没蓝了 再来一只地梯 看来看九转还够不够啊 配速估计能拉一下化身 化身活一下方寸 也不行嘛 这把有地听在 还不能用配速拉 只能用慢速宝宝拉 但是慢速宝宝能活几个是个问题 再换蓄米想换次方寸 来个黄金甲啊兄弟 哦没说 这跟珍宝格 这跟珍宝格就没关系 我想知道这把 不是 这种这样的类型的PK 到底应该怎么赢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怎么 怎么赢 我很想知道 那只有一个办法 对面的所有宝宝都不亲 我只要不亲宝宝 对面就没有 对面拉 不拉出来宝宝 那对面就一定不会有全力一批 怎么样 看来 这就是 这个就是大家 大家能够给出的建议 对那你换了吗 我就知道了呀 知道了我能防啊 因为按照大家的逻辑是啊 我会是否想要拒绝了吗 我给大家看